第21集 回去的车上 王谦就接到了刘老板的电话 说钱已经给他发过去了 马上就给他转过来 很快回到了出租屋 手机也震了起来 王谦看着自己老古董屏幕上显示的那一串数字 只觉得这出租屋里的潮味越来越难闻了 个 十 百 千 万 两百万 这么多钱呢 该干什么好呢 全部买药 王谦顿是有点舍不得了 因为他知道就自个儿这身子 两百万虽然多 却也远远打不住 虽说自己已经时日无多 可总不能有了钱 就只用来续命 那货的也太累了些 想想自己在山上跟师父倾平了十几年 下山也整天为了一条命四处奔波 别说享受了 光活着就不容易 如今这么大一笔巨款 总得先享受享受吧 首先得换个手机 瞧瞧这老古董 早就该手中挣钱了 愣是被王谦多压榨了好几年 还真是不容易 另外还得置半身行头 每次就那么几身衣服穿出去 哪里有半点大师风范呢 还有这居住条件 和尚 起来 时间差不多是中午了 王谦把和尚 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干啥呀 千哥 衣服刚拔完呢 你让我做完这个梦不成吗 和尚不爽的做起 不解的问道 千哥 你不有活呢吗 早干完了 走 哥带你happy去 星城五一广场商业街 吃的 玩的 穿的 用的 这里应有尽有 旁边就是楚江 每到周末 晚上八点 还有烟火干 故此 路上逛的除了附近的居民 就是些年轻的男男女女 穿的时髦夺目 随便经过个女生 都能闻到让人荷尔蒙躁斗 而王谦和和尚俩人 穿着廉价的地摊货 逛了一圈后 就走进了街边最显眼的一家商场 琳琅满目的商品 让和尚不敢多看 生怕看上了 可没钱买 两位 先生 请问需要点什么 一家品牌男装店里 导购小姐看到王谦跟和尚愣了一下 不过好歹还是有点专业素养 没露出嫌弃的表情 和尚搭了着脑袋 倒不是见不得人 就是有些不自在 换平常这样的店 别说进来逛逛了 就是路过 他都要加快脚步 导购小姐注意到了这一幕 还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按嘛 又是两个白耽误他时间的相巴佬 往前左右一看 对着货柜展示的那一排男士西装一纸 而后横着一滑 导购小姐不解的问道 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 意思是这一排 按照我和我兄弟的身板尺寸 全都给我来一套 十几分钟后 两人量了尺寸 一共三套西装 还有六套休闲装 从头到脚一应举拳 全给包了起来 多少钱 柜台前 站在王谦身边的导购小姐的嘴角 抽搐不止 先生 一共是两万九千八 收银员的表情也不怎么自然 毕竟看王谦的穿着 怎么都不像有钱人 刷卡 走出商场 两人大包小包 已经连脖子上都挂上了 和尚满脸呆滞的问道 谦哥呀 你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传扬无极工出什么问题了 在这挥霍遗产呢 会不会说话 王谦狠狠的踹了他一脚 随后指着马路对面 一个挂着转租的门面问道 和尚 那门面给你 你会搞个什么店 和尚瞧了一眼 闷声闷气 我除了会炒几个菜 啥也不会呀 多半是开个餐馆吧 五一广场这边 年轻学生多 外地游客也不少 弄个特色小吃店 应该不错 行 那咱就把那门面给租了 给你搞个小吃店 直到被王谦拉着 去和这门面的园主见面 和尚才反应过来 王谦这不是说笑呢 可五一广场 这里是星成的黄金地段 就是一间厕所 凭和尚现在的能耐也买不起 小小几十平的地方 一年租金就得五十万起 这还是没算上 装修之后的筹备费用 全部粗略预算 这店面要想开张 没个一百万弄不成 就在王谦和店铺远主 谈清楚价钱 快签字的时候 和尚才连忙抓住 王谦的胳膊 浑身都软绵绵的 说话也没底气 谦哥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摆个摊子也不错呀 瞧你那点出息 王谦 熏持了他一番 但见和尚忐忑又坦道 和尚 我搞点钱不容易 这次这种大买卖 指不定后年马月 才能碰着一次 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所以你努力干 我还等着你养我呢 这话是实话 也是王谦细想过后的决定 两百万很多 但对他来说又很少 而他的这门工作收入 本就不稳定 说不准哪天没生意了 就得喝西北风 搞个小投资 总算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和尚虽然生意头脑一般 可他踏实肯干 又是自己最好的哥们 王谦要投钱 自然是先考虑他 好吧 和尚不笨 稍一想就懂了王谦的用意 深吸一口气后说道 全哥放心 我保证你下辈子饿不死啊 王谦一愣 扭头看着他的目光 充满冷漠 你他娘的还真有出息 王谦干什么事都不喜欢拖他 决定要给和尚弄个店后 除了已经交付的店铺租金 当日又办了张卡 给和尚存了五十万进去 而后又找了个价格合适的小区 总算住上了一个向人住的地方 秦哥 我就不去了 店里要搞装修 还得买设备什么的 我都得盯着 为了不辜负王谦的期望 和尚可是把脑袋 别在了苦腰上 一门心思的钻了进去 干脆就住在了 还在装修的店里 成 当你那开张了 我给你腾出张床 对于小吃店的事情 王谦也不多过问 挂断电话 王谦提着个新买的行李箱 来到了新租的房子 一百平 两室一厅 一出一味 精装修家具 电器齐全 五千一个月 拎包入珠 换在三天前 王谦对这种环境 都是只敢想想 可如今 他卡里还剩下一百多万 有了钱 底气足啊 水电费三个月一交 表我已经抄了 有什么事情 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房东是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 打扮还挺时髦 比之前那肥婆 好说话多了 多谢了老板娘 没事 以后咱还是邻居呢 老板娘笑了一句 然后就打开了对面的房门 感情还是对门开 不过就在老板娘关门的时候 一股有些熟悉的蛋香味 传了过来 第二十二集 这香味有些熟悉 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闻到过 不过汪谦能确定 这不是香水 而是哪个女人身上的体香 首先肯定 不是这个女房东身上的 难道 我靠 不会又是哪个 被自己捡过的美女吧 有些心虚的王谦 关上了门 熟悉了一下环境后 把行李拿出来整好 盘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玩意儿 比硬木板床 可舒服多了 随后 他就开始了日常的吐纳修行 上衣服药 他已经用了 阳火很明显的微弱了很多 比他减湿几个月的成果 提高了数倍 当然 试药三分毒 连用两副 也不是没有副作用 此刻他体内残留了不少毒素 需要通过修炼 来排出体外 纯阳无极弓 一共有九重 每一重 又有九个小的阶段 他修炼已经数年 如今 依旧还徘徊在 第一重第二阶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出了岔子 王谦估计这会儿 自己早就已经踏入三阶 甚至四阶了 不过如今想那么多也没用 唯有解决了体内的阳火 才有希望冲击更高的境界 当然 如果无视阳火 继续往下面脸 包铁而亡 是近在眼前的事情 纯阳无极弓 炼的是阳气 但也需要阴气 相辅相成 天地万物 都存在阴阳两极 人也不例外 无论阴气 还是阳气 一旦太过极端 都逃脱不了毁灭 纯阳无极弓 是借用阳气提升体质 同时可以将阳气 化作可驱使的能量体 可为了维持人体 所需的阴阳平衡 当阳气越发强大时 也就需要相对应的阴气 来抵消 否则 就会被阳火自焚 往前此刻 就是因为体内阴阳失衡 当初练功时急于求成 导致体内阳气过旺 凝结成了阳火 堵在了精俏中 而阳火这种东西 一旦烧起来 一般阴气根本灭不掉 只能起到抑制作用 当然 如果一直吸纳阴气 也是有希望把阳火 消磨光的 但那需要的时间 实在太漫长了 往前肯定自己 活不了那么久 所以用药 就是最为简单 快速的了 同时 也是目前最有效的 当然 还有一些 其他的手段 王谦取出了阅阴石 在取出了体内 残存的药物毒素后 开始吸纳 阅阴石中 磅礴的阴气 整整三个时辰后 王谦 才从沙发上坐起 活动了一下 僵硬的四肢 体内的阳火 消减了不少 让他浑身都感到轻松 再没有那种 从内到外的灼热感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寒 让他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 这也是他为什么 不继续修炼的原因 正如之前所说 人是需要阴阳平衡的 一次性吸收 大量阴气 虽然不足以直接 熄灭阳火 可短时间的阴阳过度 转变 会让身体产生错觉 认为体内阴气过剩 洗了个澡 阴冷感 减轻了不少 时间 已经是下午五点 是时候出去赚钱了 虽然卡里还有百多万 但老本行不能丢 况且 像刘老板这种人 他也是在路边摆摊认识的 包不转 就能认识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该出摊 还是要出的 不能只等着生意来找他 收拾东西 换上了新买的行头 王谦出了门 才一出门 正好碰见对门有人走出 本以为是房东老板娘 却不像是个娇小的身影 两人几乎同时开门 他自然也注意到了王谦 他手里贴着垃圾袋 穿着居家的睡衣 明明这套保守的睡衣 什么都没有漏 甚至 遮得比平常出行的衣服还严实 可他还是下意识的 抓住了衣领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我靠 这什么表情啊 我又不是色狼 王 王先生 女孩退了一步 一把抓住了门把手 随时准备关门 王谦捂着脑门 无力的说道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这么怕我干嘛 女孩没有回答 只是眼泪汪汪的警惕眼神 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他看来 王谦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之前还只是有刻意接近他的嫌疑 如今居然直接追到他家来了 这不是变态是什么 我说我只是租房子 正好租到这儿 你信吗 王谦真诚的解释了一番 女孩上下瞄了他一眼 弱弱的说道 你那么有钱 需要租房子住吗 的确 王谦去买了两次药 出手就是六位数 绝对是有钱人没家 这样的人 怎么会租房子住呢 而且还是租在这里 虽然这里的房子还算可以 但在整个星城比起来 只能算中下流 真正有钱的人 肯定是看不上这儿的 好吧 王谦第一次被人当做有钱人 却没有丁点的成就感 不过再看这个女孩 居家的样子显得更为可爱了 让人有一种 把她当做小猫小狗 好好揉搓一份的冲动 此外更让王谦在意的是 她体内的阴气 也更为纯粹浓郁 原本她或许还能活到三十岁 如今能到二十五 就是烧香拜佛了 更重要的是 她的基因之脉 居然还能成长 这倒让王谦有些好奇了 纯阳无极功上 记载了各种特异体制 其中对于基因之脉的描述 非常详细 没有说会成长的呀 不过若是这样说的话 那她体内的阴气 岂不是会无限制的增长下去 当然 前提是 她能承受阴气反噬 一直活下去 但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自己定期吸收她的阴气 不仅能救她 还能帮自己削减阳火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妙事 可她又明显不是那种会去夜店的人 没有醉酒让她下手的机会 明目张胆搂搂搏抱抱 甚至还要脱衣服 不报警把她抓起来就有鬼了 既然这样的话 能达成目的的办法 就只有一个了 炮她 王谦不是花花公子 但她立志当一个花花公子 如果不是因为阳火 别的不说 苏苏肯定是第一个逃不过她的魔招 男儿本色 这是男人的天性 说什么专情为一 那都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借口 王谦就不一样了 有贼心也有贼胆 可惜就是没那条件 过儿她一直克制着做解 不仅没有对苏苏下手 遇见的不少女人 也是聚而远之 什么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她只想活着风流 可不想死了放纵 但面前这个女孩 就不一样了 她天生极阴之脉 和她亲密接触 反而会让自己体内的阳火减弱 当然 如果王谦邪念旺盛 阳火也会随之旺盛 不过王谦很有信心 她堂堂王大师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不说那些夜店里的各种女人 单就一个苏苏 在对男人的诱惑上 绝对是boss级的 她不也把持住了吗 面前这小妮子不仅长相 连身材甚至都只有小学生 好吧 勉强初中生的水转 怎么可能会让她王大师 把持不住呢 简直是笑话 既然有了决定 王谦也不急着出去了 她向前一步 女孩就连忙又推了好几步 王谦止住步伐 摆出一个 人出无海的微笑 你看 你和我这么有缘 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 我叫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女孩下意识的要回答 又马上警惕了起来 王谦却不气馁 现在不说没关系 反正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深入交流 第二十三集 最后四个字 王谦说的阴阳怪气 让女孩浑身一哆嗦 连垃圾也不想去到了 正急着要关门的时候 里头传来了女房东的声音 小雅 不是让你把垃圾丢一下吗 怎么还在门口呢 哦 原来你叫小雅呀 很好听的呀 王谦露出个自认为 很帅很邪魅的笑容 同时 德寸进尺地趁她不注意 一手撑住了门 你 你想干什么 小雅连连后退 惊恐地举起垃圾 就要丢过来 怎么感觉 我这是要入室行凶一样啊 正准备再调戏一下 这个女孩 里头的女房东 已经走了出来 见王谦堵在门口 不禁疑惑道 诶 这不是小王先生吗 你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怎么这年头称呼人 都喜欢加个小字啊 哥哪里看起来小了 王谦想着支起了腰板 彬彬有礼地说道 薛阿姨啊 我正打算去吃晚饭呢 正好看见了小雅 您是小雅的母亲吧 这还真是太巧了 想不到我们居然会住在对门 嗯 你认识我们家小雅 女房东姓徐 问言询问似的忘了言小雅 还不等小雅解释 这边王谦又紧忙说道 也不能说认识吧 就是我经常去中和堂买药 和小雅见过几面 哦 那还真是巧了 女房东也不宜有她 只是见自家女儿 好像受了委屈一样 也不知道该不该请王谦 进来坐坐 但听王谦又莫名感叹 小雅真是个好孩子啊 我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被公交车上一个小太妹欺负 换平常人肯定是不会罢休的 小雅愣是没有吭声 那小太妹也是可恶 要不是我当时教训她一下 还不知道她要干出什么事来呢 有这事 女房东顿时露出怒色 再看向小雅 后者也没有反驳 算是认可的点了下头 这本来就是事实 王谦也没有说错 只是当着王谦的面 小雅也不好把后面的那些说出来 这个家伙 其实啊 也不算好人呢 看样子 女房东是很疼小雅的 当即气呼呼地骂了起来 转眼又想起了王谦 这才满脸抱歉地说道 小王先生啊 真是多谢你了 小雅这孩子有点内向 平时在学校受了欺负也不吱声 我也不能一直陪着她 这心里一直担心着呀 唉 可也没有办法 小雅爷 您太客气了 叫我小王 王谦或者小谦就成了 那就叫你小谦吧 叫小王总觉得怪怪的 女房东对王谦的印象分 蹭蹭暴涨 干脆就拉着她进了家门 小谦你先坐会儿啊 我去给你泡个茶 等会儿你也别出去吃了 外头东西不卫生 就在我们家吃得了 阿姨那这怎么好意思啊 嗨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咱们是邻居 你看 你又帮了我们家小雅 这以后啊 得多走动走动 行 你先坐着 小雅 你陪小谦聊聊天 我做饭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阿姨 以后我要经常来你这蹭饭 您别嫌弃我就行了 王谦开了个玩笑 说好的啊 不来 我可给你涨房租 三言两语间 王谦就坐在了小雅家的沙发上 并成为了他们家的客人 受到了他妈妈的热烈欢迎 望着女房东走进了厨房 王谦脸上阳光的笑容 逐渐退去 缓缓扭过头 看着小雅 又渐渐的勾起了嘴角 后者浑身遗产 抱胸缩到了沙发角落里 小雅 我就说了 我们有的是机会深入交流的嘛 王谦邪媚一笑 往小雅那边挪了几十公分 在小雅的眼中 王谦露出了阴邪猥琐的表情 正丑不要脸的往自己这边逼近着 你 你别过来 你想干嘛 小雅叫出的台词 急事赶满满 让王谦觉得自己不来一句 你叫破喉咙也没用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当然了 他总不能真的扑上去 炮妞将就的是三进一退 要循序渐进细水长流 一步步攻破敌军的防线 让他害怕你的进一步深入 却也舍不得你忽然间的远去 死缠烂打 那是下下诚的做法 若急若离让人患得患失 那才是高手的手段 这便是炮妞酒式的第一式 小雅 你好像很怕我呀 王谦打笑了一句 随后坐直了身子 喝了口茶后正色道 上次我说帮你治病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呢 小雅警惕的看着她 包了个枕头 遮住了半张脸 没有回答她 这时候厨房里的女房东走出来 无意间听到这句话 不解的问道 治病 什么治病啊 往前连忙往旁边挪了一点 阿姨 是这样的 我会一些医术专治医难杂症 小雅其实已经21岁了吧 但表面看起来还很嫩 她这种情况 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是可以治愈的 原本王谦以为 女房东会很兴奋的问她 是否当真 然后让她帮忙治病 好促成她和小雅的关系 可没想到 女房东只皱了皱眉头 治愈 为什么要治愈啊 阿姨 有病当然得治好啊 王谦尴尬地回道 女房东翻了个白眼 走过来摸着小雅的脑袋 笑道 这年头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烦老还童呢 咱们小雅21了 你看这皮肤 嫩得跟能掐出水一样 医生说她发育迟缓 如今身体 只相当于十三四岁的少女 就是再过十几年 外表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 多好呀 一辈子都不会老 感情是这原因 好吧 外表不会老 的确是个很诱人的事情 但小雅明显是深受困扰 埋头 严重透露出委屈 王谦叹了口气 表情凝重 阿姨 那医生有没有告诉你 小雅最多只能再活四年 什么意思 王谦 严肃了起来 小雅这种情况 属于身体新陈代谢异常 对身体机能影响非常大 虽然平常生活中看不出来 可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你问问小雅 她是不是经常手脚冰凉 浑身发寒 尤其是到了晚上 连骨头都像是被埋在了冰块里 不用问小雅 这些事情 女房东自然是晓得的 当即就信了王谦的话 急问道 那 那怎么办呀 阿姨 我不是说了吗 我有办法治好小雅 王谦说着 目光掠过女房东 落在了小雅那张 将信将疑的小脸上 眼中透露着 大灰狼 瞄见了小绵羊的绿光 小雅紧了紧怀里的枕头 害怕得眼中泪光泛滥 虽然王谦只是笑了笑 可他能看到真实的王谦 正舔着嘴角 阴邪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嘴里还发着黑黑黑的怪笑声 阿姨 您手艺真不错 我来帮你吧 王谦在小雅家吃了晚饭 还懂事的起身帮女房东 收拾碗筷 女房东连忙摁住她 跟看亲儿子一样看着她 急忙说道 你别动 阿姨来就好 转而又问自家女儿 小雅 你不是说晚上要去学校拿电脑吗 这么晚了 要不就别去了 明天拿好了 可我今晚就要用啊 小雅低头满是委屈 只是吃了个饭 她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 感觉王谦更像她亲儿子 自己像这个简单 从头到尾给她夹菜 居然还让她帮王谦尝饭 就差没亲自喂给王谦吃了 王谦听到母女俩的对话 暗存 机会来了 便起身 自告奋勇 要不我送小雅去吧 小雅的学校也不是很远 我正好也想出去走走 那 就麻烦小谦你了 你房东自然是没有意见 甚至有点乐见其成 多好一孩子呀 要长相有长相 还这么有礼貌 有才学 看她租房子时那爽快劲 这家事肯定也不错 而且 貌似她还挺喜欢小雅的 她要是和小雅能成 那就真是吊着金龟絮了呀 小雅就这么被她妈给卖了 偏偏以她懦弱的性格 还不敢反抗 就这么满腹委屈的和王前 被女房东催促着出了门 路上小心点 没事多转转 不急着回来哈 您怎么不干脆说 要是晚了就在外面开房得了呢 走吧 小雅 王前低头对着她一笑 后者忽然抽起了起来 然后快步跑进了天梯 哼 可怜的孩子 跟着小妹羊似的 对了 是烤全羊好吃 还是羊肉串好吃呢 嗯 这是个问题呀 王前填了填嘴角 笑着跟了进去 通过饭桌上的一番了解 王前知道 小雅全名就叫徐小雅 而房东老板娘叫徐燕 小雅出生没多久 徐燕就跟她丈夫离婚了 故而小雅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又因为基本不怎么长的身体 小雅变得自卑 内向 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就是要理了 不过估计也是为了治好自己的怪病 当个正常人 徐燕离婚分了不少家产 这些年靠着收租生活也不错 小雅是她的心头肉 但同样没有什么主见的小雅 几乎都听徐燕的 也就是说搞定了徐燕 差不多就相当于搞定了小雅 对于这些四十岁出头的妇女同志 王谦哄骗 啊不对 是小只已请起来 那是相当的得心应手的 两人出了小区 小雅一直在前面埋着头 快步往前走 那样子更要把王谦甩开一般 可惜腿实在是太短了 王谦一步她得走三步 走了十来分钟后 王谦还紧紧的跟在她身后半米处 小雅停了下来 她转过身 欲哭无泪的说道 你回去好不好 我认的路不会丢的 不行 王谦斩钉截铁 我答应了阿姨 要把你平安的送过去 再平安的带回来 我又不是小孩了 小雅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可能是想用吼的 不过等出了嘴后 也就是声音大了点 完全凶不起来 旁边有晚上溜弯的一对老夫妇路过 撇头看了眼气鼓鼓的小雅 带着宠溺般的笑道 这谁家的小闺女啊 人小鬼大 怪可爱的 小雅无语了 王谦耸了耸气 一副怪黎叔的表情 最近拐卖儿童的多 还是我送你去吧 可怜的少女掩面而逃 一路落下了凄凉的泪水 这年头的小孩 真难哄啊 王谦无奈耸肩 稍微加快脚步 就跟了上去 星城师范大学 算是楚南的名校了 能进到这里面的人 多少是有点真才实学的 看得出小雅身材小 脑袋瓜子都蛮好使的 一路走进大学里 这时候正是晚上八点左右 也是年轻人经历 最为旺盛的时间 过往行人传流不息 有男有女 各自为伍 挥荡着欢声笑语 让王谦都感觉 自己又年轻了一回 只是面前快步行走的少女 抓着双肩包的背带 单马尾左右摇摆 纤细的身体在人流中 显得渺小 却又那么掩人注目 不断有人打量着她 几秒后又回过头 和同伴继续欢笑 只是笑容中 多少带上了几分 揶鱼的味道 看来小雅在师范大学 还是有点名气的 毕竟这年头合法 萝莉可不多了 又走了十来分钟 总算到了小雅的宿舍楼下 她本来就是助校生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经常住在家里 这次来也仅仅 只是为了拿笔记本电脑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小雅算是认命了 回头努力摆出 凶巴巴的样子 瞪了往前一眼 就往宿舍楼走去 往前挠着头 满腹不解 她可怜兮兮的 盯自己一眼干嘛 卖萌吗 靠 走路不长眼啊 正想着呢 前面传来稍微有点熟悉的叫麻声 这 又是你这死矮子 忙前往那边看去 了然的嗡了一声 原来他们认识啊 对 对不起 小雅低着头嘟囔了一句 显然是不情愿的 小兰怒道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小雅又嘀咕了一句 那你还要怎样 哇 你还敢顶嘴 本还打算作罢的小兰一听 顿时就火猫三掌 手跟着也抬了起来 只是还没落下 一个高大的影子 就把小雅盖住了 小兰抬头望去 看着那笑脸盈盈的嘴角 臭了又臭 啊 是 是你 小兰对王前可谓印象深刻 毕竟在她手里 连吃了好几次亏 王前眯着眼睛 和爱可谦的笑道 哥温 滚 旁边有不少人进出 见这边有戏看 自然都乐得围观 被这么多人注视着 小兰脸色一会儿白 一会儿黑的 可她一个女人 又肯定不是王前的对手 这家伙可不像是个 会怜香惜玉的猪 行 你给我等着 小兰跺着脚 纷纷地离去了 旁边发出几道 不嫌事大的嘘声 好了 你上去吧 我在下面等你 王前顺手 摸了摸小鸭的脑袋 像是哥哥闯腻妹妹一般 小鸭没能躲过 只能气鼓鼓地接受了 也没有半点道谢的心思 小声一哼 就抛进了宿舍楼 而没过多久 王前还没等到许小鸭 一伙人就风风火火地 出现在了宿舍区入口 第二十五集 大学就是个小社会 可谓是什么人都有 看见这么一伙来是凶凶的家伙 旁人也不意外 直躲得远远地看起了戏 有人眼尖认出了当头者 顿时嘖嘖道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 要被揍了 学校都不管的嘛 管个屁啊 没看见那次沈文旭吗 校长见了他 都客客气气的 谁敢管他呀 就是沈氏集团的那个二氏组吗 靠 还是资本大法牛啊 旁人能认出沈文旭 就晓得他在学校里有多嚣张了 而带着一票人在校园里打架闹事 显然也不是头一回 只是这一次 遭殃的不知道是哪个 很快 沈文旭和一干人等 就把那个要遭殃的家伙围了起来 被七八个人围着的王谦 满脸无辜 挠着头问道 你们找我有事吗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小兰从沈文旭背后窜了出来 抱着胸愣笑道 不是还英雄救美吗 你接着在装啊 沈文旭则哼声道 小子 在我家的时候你很狂啊 可惜在这里 没人能帮得了你 你不怕你爷爷揍你啊 王谦疑惑的问道 你爷爷现在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 哦 还有赵财生 我跟他打个招呼 明天就有十八个大汉 把你弄了 你信不 沈文旭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跟我这装你妈呢 啊 真的我爷爷敬你 那他妈是给赵财生面子 至于赵财生 等老子把你废了 我看他敢不敢动我 沈家好歹是星成龙头级别的企业 虽说与赵财生不亦交恶 可也未必怕了他 沈文旭之所以敢这么狂 那也是有所依仗的 王谦文言皱了皱眉 他本是不想大动干戈的 被这么多人围着 跟看猴戏似的多不好啊 最重要的是 哥们还想给小鸭一个谦逊纯良的好印象呢 这一动起手来 可不就全没了呀 给我上 废了这王八蛋 出了事我担着 不当王谦思考 沈文旭已经一招手 使唤小弟们动手 一共七个人 从药里抽出一根根的钢管 半句废话没有直接就冲着王谦砸了过来 呼啸的风声从耳边响起 王谦微微的扭身躲过一棍子 也就是这么一棍子 让王谦当真是火了 就是街头混混打架 那也有些分寸 什么地方伤不得 那都有些讲究 可眼前这些家伙完全就是愣头青啊 下下都是往他脑门上招呼 这也就是他反应快 换做其他随便一个普通人 哀上一下 就非得称傻子不可 既然你们不留手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王谦的面色渐冷 躲过又一棍后 趁手抓住了一人的手腕 随即猛的一甩 我靠 一只手把人给丢出去了 旁边惊呼声不断的响起 那个被王谦丢出去的人 又砸翻两个 另外几人被这一手震住了 只是还没来得及 缓过神 就各自胯下一梁 女生宿舍区 自然是有不少女学生的 当那几个可怜的小兄弟 随风飘扬的时候 尖叫声不断响起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或从旁边 或从宿舍楼的窗户里 砸了过来 往前往后一跳 多到了一个遮余棚下 可惜 同样在场中央的 小兰和沈文旭 就没那么好命了 那些飞过来的物体 多半砸在了他们脑袋上 有花花草草 也有牙刷鞋垫 更惨绝人寰的是 不知道楼上 哪位姑娘一激动 直接丢下个大花盆下来 正好就扣在了 沈文旭的脑袋上 几朵鲜艳的小黄花 还带着泥土 在他的头顶 阴风飞舞 谁怎么 丢的花盆 沈文旭指着楼上 嘀咕了一句 就这么摇摇晃晃的 倒了下去 旭哥 旭哥 小兰在一旁急的大喊 又指着王谦想要发难 王谦连忙贪手 无辜道 你看清楚啊 我可什么也没丢 要不是你把他们裤子扒了 他们能丢东西吗 小兰心中气苦 可见沈文旭叫过来的人 早已经狼狈不堪 又没了跟王谦叫完的胆气 只能把沈文旭扶到一旁 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 过不多时 救护车没到 学校的老师和保安先来了 谁在闹事 为首者是个地中海的中年男子 先是饱含威严的怒吓了一声 又看见躺在一旁的沈文旭 急忙跑上去质问道 沈公子这是怎么了 小兰抹着眼泪指着王谦哭诉道 校长 刚刚这个家伙想对我图谋不轨 徐哥听了来找他说理 就被弄成这个样子了 什么 校长门言火冒三丈 当然他也不傻 沈文旭哪有跟人讲道理的时候啊 又看向王谦 见他正无所事事地抠着鼻子 怒横道 你是哪个系的 班主任是谁 小兰在一旁咬牙切齿 校长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学校的 什么 好 社会人员跑到我们学校来闹事 校长气得是直喘粗气 对身后的保安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报警 报警 王谦总算提起了精神 扒了白手 慢着 其实吧 我跟他是朋友 刚刚不过是开个玩笑 出了点小意外 虽然去了警局 也没什么 他刚才只不过是正当四位 而且沈文旭又不是他砸伤的 但这一进去 要出来总归得耽误些时间 他的时间可是宝贵的 分分钟几十万上下好不好 校长冷哼一声 你当我傻呀 啊 等你到了警察局 跟警察说这些去 你看他们信不信 别说他们不信了 就是那些目睹了事情发生全过程的广大群众 也不信 刚刚那架势就是生死仇人也差不多了 什么朋友开玩笑能开到这份上 学校的人准备报警 被这么多人围着的王谦也不好闯出去 就算闯出去了 估计还会更麻烦 就在这时候又有两人走到了宿舍楼下 校长注意到他们后 连忙摆出了笑脸 哦 是小沈公子和沈小姐呀 而后又哭丧着脸 事情想必你们都已经听说了 这的确是我们校方的失职 不过你们放心 犯人已经抓住了 学校一定会给沈家一个交 千哥 真的是你呀 你没事吧 校长话还没说完 无心去听的沈宇宙就注意到了王谦 顿时喜笑颜开的跑了过去 第二十六集 哦 原来是你啊 你是这的学生 能遇到沈宇宙和沈昭帝 王谦也很意外 整个沈家之中 他也就对这俩人还有些好感 毕竟是自己的拥护者 沈昭帝也走了过来 微笑道 是啊 我正好来接小舟放学 听到沈文旭出了事 所以来看看 这么大的人了 放了学还要接 看来沈家老三有点太过宝贝这儿子了呀 话说 听着你这意思 不像是来帮沈文旭的 反倒像是巴不得他出事 这才来看热闹的 那边 校长见三人 相谈沈欢 脑袋是一下子就大了 这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怎么沈家的人 还跟这个打了沈文旭的家伙 很熟的样子 而且看沈昭帝 那含情默默的眼神 以及沈宇宙那崇拜的态度 这个家伙 貌似身份 还很不一般呢 先等会儿 校长连忙阻止了 要报警的保安 扯着尴尬的笑脸上前问道 这个 小沈公子 沈小姐 这到底是 哦 他是我们沈家的客人 帮过我们沈家大忙 沈宇宙随口解释了一句 对这校长 似乎很反感 谁让他老叫自己 小沈公子呢 那沈文旭 也就比自己大一两岁 而且他在沈家地位 还没自己高呢 那沈公子的事 沈昭帝 淡淡的说道 沈文旭的事呢 我们会告诉爷爷的 你也不用报警了 这是我们沈家内部的事情 懂了吗 到底是在沈氏集团 工作了好几年的 沈昭帝身上的 女强人风范一出来 连这个校长都为之发出 连连点头 啊 晓得了 那我先把沈公子 送起于武士 去吧 沈昭帝只想快点 打发走这家伙 至于沈文旭 在家里头就跟他不对付 而且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是他自己找事 干脆就懒得管他了 等校长带人把沈文旭抬走 小兰和那个沈文旭的小弟 也没有多留 灰溜溜的走了 沈昭帝一回头 就恢复了那小女儿姿态 柔声问道 千哥 你有空没啊 正好有几个朋友 一起聚一聚 不如你也去吧 本来这种聚会 王谦他这个 不是很熟的人 是不会去的 免得到时候尴尬 但沈宇昭一句话 让王谦改变了主意 对啊 千哥 放心 都是些熟人 虽然家里头都挺有钱的 但没什么架子 而且里头有好几个大美女呢 小周 沈昭帝一声娇嗔 让沈宇昭 缩起了脖子 大美女什么的 王谦倒是无所谓 反正他现在 也只能看 不能吃 不过 这种有钱人家的子弟 王谦倒不介意接触一下 他现在用钱的地方多 靠普通人肯定是赚不来的 也只有这些有钱人 能喂饱他这个无底洞 好吧 不过 我还要等一个人 说着 徐晓鸭就从门口走了出来 缩着脑袋 有些切弱的样子 你这怎么了 跟做了贼似的 啊 没有 徐晓鸭 像瘦了惊的兔子 就差没蹦起来了 王谦见他怀里 抱了个电脑包 双手似乎有意识的 往电脑包后面缩 便仔细注意了一下 而后便从他手上看到了 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没来得及擦干净的一点点的泥屋 女生宿舍哪来的泥屋呢 除非是在哪个盆塞上站到的 看到他那明显作贼心虚的样子 王谦忍着笑对姐弟俩介绍 这是我朋友徐晓鸭 哦 我知道 咱们学校出了名的秀真美女嘛 哎 倩哥 没看出来 你原来是罗里空啊 哎哟 姐 你掐我干嘛 神宇宙说话直来直往 也不懂得看人脸色 但他还是能分辨出来 现在他老姐的表情十分不爽 哥不是罗里空 只是哥看上的人正好是罗里 当然王谦也不好跟他们解释 只对小雅说道 我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 我还是回家好了 徐晓鸭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王谦郑重道 那个小兰和沈文旭 可不是会善罢甘休的主 沈文旭虽然已经晕了 可其他人估计还没走远呢 你一个人回去 我 我跟你走还不成吗 徐晓鸭欲哭无泪 只觉得跟小兰沈文旭比起来 面前这家伙才是最大的反派 一行四人出了学校 而后坐沈昭地的车 来到了一家高档的KTV KTV装潢豪华 门口停的都是那些男人梦寐以求的豪车 门口两排迎宾更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裙子也一个比一个短 踩一下车 上里这好几米呢 迎宾就齐刷刷的甜腻腻的叫了起来 老板们晚上好 往前身边的徐晓鸭一个机灵直往他身后躲 总算是进了KTV 在一个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比较靠里面的一间豪华包厢 刚推开门就听见里头的英声谚语 好家伙 这是女人们的转场啊 哎哟 咱们的沈大经理来了 一进门 几个姿色千秋各异的姑娘就站了起来 看穿着气质 都不是普通人家的闺女 沈昭地在沈氏集团担任部门经理 在他这个年纪 能走到这个高度 自然是会被拿来调侃的 沈昭地也不生气 毕竟都是熟人 只让到一边介绍 这是我朋友 王谦还有徐晓鸭 你们好 好歹是走南闯北的人 王谦表现得文质彬彬 美女们对着他上下一打量 有人无嘴笑道 长得蛮帅的哟 沈经理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当然了 沈昭地的脸蛋 红了几分 原来更多的笑声 还害羞了 一个美女对着王谦调侃道 帅哥手段不错啊 能让我们沈大经理脸红的男人 可不多呀 王谦无奈苦笑 他对沈昭地可没有半点的非分之想 眼下的主要目标 可是搞定徐晓鸭 旁边的沈宇宙不敢紧摸 那是 三千哥 可是星成王大师 王谦摆了白手 谦虚 谦虚 星成王大师 众人都是认识神宇宙的 温言顿时好奇了起来 神宇宙 没飞色舞地将那天在沈家的事一说 却让几个美女都失去了兴致 他们还以为 王谦是哪个外地的豪门公子呢 搞半天 只是个看命算风水的 这样的人 或许在神宇宙的心里很厉害 可在他们看来 完全就不处在一个世界 除了长得帅了点 根本没有任何的起引力 也不知道 沈昭帝怎么就看上他了 而王谦也是有点始料不及 这时候才醒悟过来 风水这些东西 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太陌生了 也根本提不起兴趣 想靠这个 跟这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打交道 显然是有点困难 既然如此的话 第二十七集 几人入座后 形成了敬畏分明 沈昭帝的朋友们坐在一边 王谦和徐小亚坐在另一边 由于被拉着说话 沈昭帝也只好在那边陪着 只有沈宇宙坐在王谦旁边 愤愤的说道 千哥 别理这些娘们 他们头发长见识短 哪晓得你的能耐呀 哼 说的跟你知道一样 说实话 王谦对沈宇宙的崇拜 还有沈昭帝的莫名清新 很是无语 自己难道真的是人格魅力太大了 让这姐弟俩随随便便 就对自己刮目强看 可为啥徐小亚就跟防贼似的防着自己呢 这也是在不认识的人面前 徐小亚会躲在他身后 纯粹也只是因为相比较之下 跟他还算熟悉罢了 来 千哥 喝酒 沈宇宙开了两瓶啤酒 表现得很是殷勤 王谦拿过啤酒瓶 撇了他一眼 你还是别喝了吧 不是酒精过敏吗 啊 千哥 你怎么知道的 酒瓶才放到嘴边 沈宇宙就愣住了 他这还没喝呢 一旁徐小亚弱弱的说道 这个人 好像还会看病 我去 千哥 你还会治病啊 诈呼啥诈呼呢 那边的几个美女不乐意了 沈宇宙的反应确实大了点 有人更是不耐的说道 我会煮泡面 那还说自己是厨子呢 会这一两个小毛病算什么呀 沈宇宙闻言 顿时就不乐意 高声说道 那能比得了吗 千哥可是有真本事的 什么真本事啊 拿出来瞧瞧 有人出声讽刺 沈宇宙面上挂不住 凑过来低声说道 千哥 你就让他们长长见识 长什么见识啊 我话都没说呢 就中枪了 不过 王谦还是站了起来 对那个说话的女人 微笑说道 温女 你是不是最近试睡 乏力 时常腹痛 还没有食欲 嗯 你怎么知道 神宇宙抬眉 嘚瑟了起来 我早说了 千哥是有真本事的 人大医院大夫看病 还得问东问西呢 千哥一眼就能给你 安排的明明白白 其他人也是倍感吃惊 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神奇的一说 那女人更是急问道 那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本来只是一些小问题 她也没怎么在意过 可如今王谦一说出来 就让人觉得是病了 而且是那种 严重到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病 王谦微笑道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肚子里长虫了而已 买点长虫轻就行了 长 长虫 那美女一听 却是吓得面无血色 差点没晕死过去 不就是长蛔虫吗 十个人八个都有过 有这么恐怖吗 对于这种金窝里长大的千金小姐 王谦实在是无言以对 而她这一手露出来 也就彻底收不住了 大师大师 你快给我看看 我最近总觉得睡不踏实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大师大师 还有我还有我 一时间每个人都发问过来 别急 一个一个来 王谦安抚他们后 便给他们看了起来 到后头索性连那本就只是充当背景的音乐都关了 一个个专心致志的听王谦讲这话 没什么大问题 以后睡觉尽量改成右侧卧 这样你早上起来就不会头晕了 至于你 王谦不厌其烦的给他们看着 实际上都没什么大毛病 不过是些生活中常见的不良习惯 但从始至终 她一句话没问过 更是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简简只需要一眼 仿佛就能把他们昨晚吃了什么都能看出来 让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连徐小鸭都看着她正正发痴 这个人虽然很坏 可好像医术真的很厉害 之前也是一下就说出了我的病症 难道他真的能治好我 我去 千哥 你真行啊 等所有人都看完 神宇宙已经是恨不得给王谦跪下了 几乎的 千哥 快教我两手呗 哦 你想学医术 不是 我学这玩意干嘛 神宇宙吞了吞口水 善笑道 你还记得 你在我们家的时候吗 记得 怎么了 神宇宙眉飞色舞 那时候 你一脚就把墙给踹出个洞来 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气功还是武功啊 我靠 千哥 你不会是传说中的修真者吧 还真让你小子给猜中了 这个嘛 王谦想了想 含糊不清的说道 也不是不能教你 不过 这可不是一日之功 我那一脚看似简单 可实际上练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 千哥 你看起来才二十岁左右啊 你穿开裆裤就开始练的 神宇宙虽然疑惑 可对王谦的话 还是十分信服的 摇了摇头 那还是算了吧 哎 有没有什么速成的 没有 王谦果断摇头 他总不能把传扬无极功交给他 再说了 那玩意儿自己都才刚入门 哪有资格教别人呢 别到时候高徒没教出来 反倒给人沈家送回去一具尸体 好吧 神宇宙顿时像打了双的茄子 而旁边的美女们则一下子把他挤开 围过来一个个叽叽喳喳的问个不停 大师 你是不是还会算命啊 你给我算算呗 看我什么时候能够找到白马王子啊 好好 一个个来 一个个来 王谦 疲于应付 不过还是乐的帮他们算命 就这么 你一言我一语一间 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而直到散场 几乎所有人都是围着王谦在转 到后来 他们想找王谦要个电话号码什么的时候 要不是沈昭帝拦下来帮王谦开拓 怕是等下回去都不得消停 不过这一趟累是累了点 也不是没有收获 就比如众人散场后 除了几个美女的绯闻之外 还有一份意料之外的工作 王大师 那这件事可就麻烦你了 面前这个坐姿端庄的美女叫高凤 是新城某个建筑公司大佬的独女 她年纪跟沈昭帝差不多 却也早早担起了重任 开始帮家中管理事业上的事情 而她所说的麻烦事 便是他们公司新承包的一块工地 从工程开始到现在历时一年多 本该定于三个月前打好的地基 却咱们也无法完工 这之前找了各种地址勘察专家 设计师 都没能找到任何问题 到后面没办法 甚至还请了庙里的高人来做法 当然也依旧无济于事 直到刚刚和王谦接触 他才大概知晓了风水之类的影响 这才想请王谦过去试试 王谦听他讲过情况后 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但很快又满脸为难 其他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像这种要动土的事情 怕是有些麻烦 搞不好还耽误时间 所以这报酬吗 就在几分钟前还一直侃侃而谈 帮众人看病 算命都没有半点推辞 更不谈一分钱酬劳的王谦 此刻的眼中迸射着金光 那微微勾起的嘴角 更是透露着无比的奸诈 这突然的变化 让高凤愣了一下 随后无奈地笑了 这个男人果然有点意思 第二十八集 和高凤谈好了价钱 约定了时间 王谦就和兄妹俩分别 带着徐小雅走在街头上 拒绝了沈昭帝送他们回去的好意 为的就是和徐小雅独处一段时间 好拉近一下两个人之间 还未萌芽的感情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奇怪的是 之前还一直对他躲闪的徐小雅 这会儿竟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直到被王谦发现 他才慌乱地挪开眼神 支支吾吾地说道 你 你真是个坏人 你居然一下就看穿了我的本质 王谦激动地 拦住了徐小雅的肩膀 激动地 看来我们果然天生一对啊 你 你放开啊 徐小雅一番挣扎 眼见着就要飙泪了 更是直接喊道 救命 还好王谦捂得快 不然今晚就真逃不了 警局一夜游了 开个玩笑嘛 别紧张 王谦放开手后 怪声怪气地笑道 话说原来你也没那么乖嘛 居然拿花盆砸沈文穴 胆子也忒大了点 我 我又没打算砸他 徐小雅嘟弄了一句 随后才惊道 啊 你 你说什么呀 什么花盆 没什么 王谦大笑着加快了脚步 然后在路边 拦了一辆出租车 因为出了沈文旭这档子事 又去了一趟KTV 所以到家的时候 基本已经是天亮了 徐小雅敲了半天门 穿着性感睡衣的徐燕 才揉着睡眼 出来开门 小雅 你们不会真去开房了吧 一见两人站在门口 徐燕就担忧了起来 虽然我很赞同你们交往 可这才认识多久就 哎 年轻人 还是多交流一下些 妈 你说什么呢 徐小雅的翘脸 瞬间成了红苹果 气呼呼地把徐燕推了进去 然后砰了一声 关上了门 王谦站在门外 摸了摸下巴 微微一探 看来 想要搞定这个小家伙 还是得稍微费点手脚 本来还以为 一晚上就足够了来着 正要转身回屋 门又打开了 徐燕探出个脑袋 紧张地问道 小王呀 你有没有带那个呀 哪个 王谦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哎 就是 就是那个啊 小雅还在读书 要是中标了就 妈 等徐燕又被拉进去 王谦再一次摸了摸下巴 这一次 却露出了 带着几分猥琐的笑容 看样子 自己只要搞定了徐小雅 想要对她做点什么 她妈这边 是不会成为阻碍的 说不定 还能帮她 创造不少机会呢 回家之后 喜数一番 王谦一觉睡到了大下午 又出门 吃了个早饭 回屋 整整修炼了一天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 被手机连续的短信声进行 拿起来一看 王谦险些从床上跳起来 分口费 你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第二条短信的内容 而第一条 赫然是整整两百万的银行转账通知 我靠 那女人疯了 这是第一次 王谦觉得前来的侦探娘容易 那天她也不过是看不惯 沈芙兰那清高的姿态 心血来朝下吓唬了她两句 根本就没打算掺和 他们沈家那点破事 可没想到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 竟然直接就挣了二百万 娘的 自己要不干脆转行 专门当侦探得了 雇主那边收一份 抓到把柄了 被侦查的那边再敲诈一份 简直是发家致富的绝顶妙计啊 好在王谦的热情马上消退 没有误入歧途 想了又想 她还是收下了这笔钱 不然的话 那妞估计睡觉都不踏实 肯定会按捺不住 来找自己麻烦 资产一下变成了三百万 王谦本想去中和堂买点药 但今天已经和高凤约好了 去他家工地 管只能作罢 换了身衣服走出门 正好又碰见小雅 王谦打了个招呼 哟 去哪啊 我 我去上班 小雅下意识退了一步 感觉随时能叫出救命来 今天是周末 小雅要去中和堂监职 王谦想了想 别去了 跟我出去转转呗 我请你吃大餐 不要 小雅直接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 王谦口中所说的大餐 就是他自己 王谦的脸 一下就垮了下来 淡淡的说道 你要不去的话 我就告诉阿姨 你拿花盆砸了人 顺便再跟沈文旭 和那个小太妹说一声 你觉得 他们会不会放过你呢 徐小雅一听 眼泪直接就泛了起来 你 你 你就是个坏人 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太阳正当头 王谦打车拉着被他未必利用的徐小雅 来到了约好的地点 一个偏近城郊处的开发地 只是才一下车 面前的阵仗差点没让王谦有钻进去 这怎么都来了 面前不仅是高峰 沈昭帝和沈宇宙也在 甚至连前天晚上那群有钱人家的千金都来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王谦不认识的生面孔 年纪看起来都不大 不过从气质穿着上来看 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这些人有男有女 看王谦的眼神充满好奇 神宇宙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千哥 他们一听说你要帮凤姐家看风水的事情 就都跑过来了 就想见识一下你的厉害呢 对呀 有内腕的美女附和道 王大师 你就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呗 我们还不知道风水是怎么个看法呢 这也是他们见识过王谦的能耐 否则是绝对不会对风水这种东西感兴趣的 至于其他人 估计也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了王谦这么个人 故而起了不小的兴趣 但王谦仔细一想 这也是好事 这些人可都是他的潜在客户员呢 行 那咱们就去瞧瞧吧 一行人疯疯活活进了工地 这会儿还有工人在施工 不过大部分都是在旁边阴凉处坐着 好像无事可做一般 就是这儿了 高峰直着一个挖开的大坑 这里本来是要建一座大厦的 但是地基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每次快要收工的时候 总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比如 要么是地表塌陷 要么就是土钻不进去 再这么下去 估计这个项目就要黄了 一众人听得原理物理的 只看着那些钢筋水泥 也不晓得有什么门路 汪谦瞧了几眼 表面上似乎并没有不妥之处 地理位置和风水也没什么影响 可当他闭上眼睛 感受起这周围的阴阳之气时 陡然睁开了双眼 浑身上下冒出了豆打的汗水 眨眼间就湿透了外衣 这是巨洋盆 第二十九集 巨洋盆 旁边几人面面相觑 压根就听不懂什么意思 但他们只看见 王谦突然冒出的汗水 就觉得无比神奇 明明他们也站在这里 虽然有点炎热 可也没这么夸张的呀 沈昭帝更是上前问道 汪大师 你没事吧 没事 汪谦抬了抬手 喘着气 咱们出去再说 你们干什么的 正要离开 却有一行带着安全帽的人走来 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当守的是个中年人 头戴黄色安全帽 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 看样子是这里的负责人 梁经理 我带我朋友过来看看 有什么问题吗 高峰走上前 语气有点冷漠 被他称作梁经理的那个男人 顿时变了脸 颤笑道 原来是小凤啊 问题倒是没有 不过这工地不安全 你们就这么进来 要是哪里磕着碰着 我不好向你妈交代呀 用不着你跟我妈交代 我自己会跟她说 高峰仿佛有些生气 让人摸不着头脑 神宇宙凑到王谦耳边 解释道 这家伙是凤姐他家的一个经理 出了名的老油条 软饭王 正跟凤姐他妈打得火热呢 原来如此 对于这种吃软饭的家伙 王谦一向是十分痛恨的 娘的 要是我也能吃软饭 用得着受这么多罪吗 和那梁经理说了不到三句话 高峰的耐心就到了极点 带着一伙人 直接要出去 梁经理也不敢来 只是等王谦他们经过的时候 顿时就惊叫起来 小鸭 就跟在王谦身边的小鸭 八脸扭到了一边 还刻意的加快了脚步 哎 你这孩子跑什么呀 梁经理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腕 训斥道 见着我你还跑 不认我这爹了是不 徐小鸭被擒住 一时间挣脱不了 但看他那样子 却是极为逃避 王谦见状把梁经理的手打开 徐小鸭就下意识的抓着他衣服 躲到了他身后 梁经理怒道 你这孩子 爹都不忍了 徐燕怎么教你的 梁经理 你跟他是 高凤好奇地看着两人 发现徐小鸭和梁经理 果然有几分相似 王谦也对徐小鸭问道 他是你爸 徐小鸭点了点头 但又立马狠摇了起来 看向梁经理的目光畏惧中 还带着几次愤恨 看来这里头有故事啊 不过这梁经理应当是徐小鸭的身负不假了 小鸭 你怎么到这来了 这谁呀 看徐小鸭和王谦亲密的样子 梁经理顿时摆起了脸色 虽说王谦能跟高凤一起来 那必然是有点身份的 可徐小鸭是他女儿 这自家白菜都被猪拱了 他还不能给这猪白白脸色了不成 徐小鸭无视了梁经理的话 撇撇嘴看向了一边 像是在怒气 王谦无奈替他回答 梁叔叔是吧 你好 我叫王谦 是小鸭的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干嘛的 家住哪 今年几岁啊 梁经理一大串问下来 让旁边的高峰有些不悦 梁经理 王大师是我请来的客人 专门来解决工地的事情的 你的家事 能不能先放到一边再说 高峰愣着脸说道 王大师 梁经理对着王谦上下一打量 周眉不已 说白了 就是个算命看风水的 这年头算命的不好换 哪怕你在上流圈子闯出了名气 可到了平头百姓那 除非是特别迷信的 否则都只将你当个神棍 同样 在梁经理看来 一个算命的能有多少钱 工作不完定不说 搞不好 还有被抓起来的风险 估计也就是嘴皮子利索点 哄骗高峰他们这些 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想到这 梁经理对高峰郑重的说道 小峰 我知道你也是想帮你妈妈出一份力 可这工地上的事情就不是小事 我已经请了专门的地质专家来勘察 你就别跟着下忙活了 梁经理 王大师是新城有名的风水大师 而且之前来过那么多所谓专家 不照样没有效果吗 高峰不畏所动 王谦的本事他是见识过的 既然他在算命看病上都有那么高的成就 那风水应当也不会差 毕竟神宇宙说这才是他的主职 有名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他呀 梁经理不屑的看了王谦一眼 想到自己的女儿被一个神棍给哄骗了 说话也逐渐不客气了起来 行了行了 小孩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王大师是吧 你哪来的就请回哪去 还有小鸭 你给我过来 我不 徐小鸭难得的强硬了一回 虽然是躲在王谦的背后 嘿 你个小丫头骗子 我还治不了你了 梁经理的火气一上来 撩着袖子就要上手 只是才上前几步 伸出的手就被死死的掐住 好像被铁钳掐住了一般 怎么也挣脱不了 汪谦漠然 梁叔叔 你质疑我可以 不过小鸭年纪也不小了 动不动就是又打又骂 你真的尽到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了吗 这是我的家事 跟你有关系吗 梁经理毫不示弱的反驳 高凤在一旁访刺道 那我叫人来看一下工地 也是我的家事 跟你有关系吗 梁经理 你还不是我后爹呢 怎么着 还没过门 就想教训我和我的客人吗 过门两个字说得有些直白 让旁边的男男女女们 哄笑不已 小凤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这不是 面对高凤 梁经理立马就软了下来 我没功夫跟你废话 我妈现在还没娶你过门呢 我做什么你管不着 高凤冷冷一哼 对王谦说道 王大使 我们先出去吧 不用了 王谦却抬了抬手 脸上的汗水少了许多 也不是方才那般喘气了 他看了看 旁边一无所知的小样 现在我没事了 直接解决这里的问题吧 哦 就凭你 梁经理不屑的摇了摇头 年轻人想出风头 他能理解 可好歹也看看自己的金粮啊 这年头神棍多了去了 但人家好歹还做点表面功夫 你脸上毛都没一根 也敢网成大师 更过分的是 拐骗了自己的亲女儿不说 还联合自己未来的女儿 来戏弄自己 自己要是能认你这个女婿 就来鬼了 面对梁经理的鄙夷 王谦蓝的计较 只对徐小雅说道 要解这个局 还得靠你 啊 不光是徐小雅 连高凤他们都哑然无语 难道说徐小雅 也是个风水大师 第三十集 工地旁边 王谦指着那个 已经停工的大坑说道 巨洋盆乃是自然生成的棋地之一 巨洋盆从外表看 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不论是土质地表 都很难分辨出奇德之处 但天地靠阴阳平衡调剂万物 地理也是一样 巨洋盆顾名思义 便是能将阳气聚拢起来 久而久之 阳气旺盛 就会对这里的地质产生影响 难怪我感觉这里比其他地方热闹 神宇宙跟着说了一句 算是勉强听懂了王谦的话 其他人也点头应试 但感觉也不是特别明显 他们体质正常 虽然会受到巨洋盆的影响 可影响十分有限 除非是等这里竣工后 住在这里的住户 才会因为长时间的影响 而显现出效果 另外就是像王谦这样的 体质异常者了 他本身就身具阳火 这里极为浓郁的阳气 方才险些要了他的命 但好在他随身携带着 徐小亚这个人形空调 而要解决这里的问题 也非得借助徐小亚的 基因之脉不可 什么巨洋盆巨宝盆 这不胡扯呢吗 梁经理在一旁嗤之以鼻 看到一众富家子弟 被王谦骗得团团转 更是感到气愤 这一年头的小孩都怎么了 明明受过高等教育 居然不信科学 信风水 祖国未来堪忧啊 纵然怒视了他一眼 而王谦则继续解释 巨洋盆对地质的影响奇特多变 可能是地表温度过高 也可能导致坍塌干裂的发生 总之要在这里建一栋大厦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要怎么解决呢 高凤吉问道 如果放弃这个项目的话 那他们公司的亏损可就大了 王谦没有回答 只看向了徐小亚 徐小亚茫然无措地抓着一领 可怜巴巴的下意识后退着 别怕 王谦咧嘴一笑 一把将他拉过来 用在怀中 靠 臭小子 你干嘛 梁经理健壮捡起一块板砖 就冲了上去 只是他这一板砖还没轮下去 面前的人影就直接跳到了一边 可他们就站在施工地的旁边 下面就是暂停施工的体积 离着好几米高呢 小心 众人吓得大叫 下头可是布满了数码的钢筋 一个不慎可是要出人命的 然而很快他们发现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徐小亚短促的尖角中 王谦摟得稳稳当当的 落在了一个机台上 可这还不算 只见他屈膝一个猛月 竟直接跳起了两三米高 踩在了一个手脚架上头 我靠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轻功 看吃了的神宇宙 激动地跳了起来 恨不得立马跳下去 抱着王谦的大腿当场拜师 至于其他人 别说那些本不认识王谦的 就是前晚见识过王谦神奇的小姐们 都一个个眼眸星光 情不自禁地低难着 好帅二字 这小子有点本事啊 连梁经理也呆呆地嘀咕了一句 而这边王谦跳下来之后 拍了拍紧闭双眼的徐小亚 好了 飞机已经着陆了 徐小亚这才小心翼翼地睁开眼 迷茫道 我 我没死 有我在 你想死都难 王谦难得地温情了一回 温柔的语调和磁性的嗓音 让徐小亚的小脸一红 连忙想要挣脱她的怀抱 却不想王谦抱得更紧了 别乱动 记得我说过要帮你治病吗 啊 徐小亚不明白 这和你抱着我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现在我要开始第一个疗程了 王谦点了点她的鼻子 随即闭上了眼睛 开始运转春阳无极功 见王谦忽然正经 徐小亚果真不敢动了 生怕坏了她什么大事 而很快 她忽然觉得 周围的空气都灼热了起来 脸颊上隐隐冒出了喜汗 一开始这热夜还能够忍耐 可没过多久 徐小亚就觉得 连皮肤都要被灼伤了 甚至眼前的视线 都开始因为温度 变得有些扭曲 而她更是发现 紧在咫尺的王谦脸上的皮肤 开始干裂 毛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干枯发黄 好似随时都能燃起来一般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上头的众人好奇地望着 只见两人抱在一起 动也不动 满脑袋都是疑问 神宇舟看了一会儿 此自言自语地嘀咕 哎 你们有没有发现 钱哥身上好像在冒烟呀 冒烟 开什么玩笑呢 神兆地回了一句 可话到后头就已经逐渐没了声音 取而代之的是陡然瞪大的双眼和猛缩的瞳孔 至于其他人也在这一刻直接杀了 一簇火焰在王谦的脑袋上冒了出来 我靠 钱哥的脑袋着火了 上头的人乱作一团 有叫人的 有搬梯子的 还有不知道跑哪去找灭火器的 再说下面的王谦和徐小鸭 在见到王谦脑袋上冒火后 徐小鸭惊叫着就要去扑灭 却被王谦用力一搂 耳边响起了他似乎也有些慌乱的声音 别乱动 这伙伤不了我 伤不伤得了 王谦还真没把握 本来他只是想借用徐小鸭的吉音之脉 来中和这里的阳气 这样不仅能解决工地的问题 还能让徐小鸭多活一段时间 可要调动巨洋盆的阳气 首先他就得先运行春阳无极工 把阳气引入自己体内 再同徐小鸭进行阴阳支起的互相融会 但他还是小觑了这巨洋盆的威力 当自身的精巧敞开的那一刻 那阳气就像开了闸的大坝 一瞬间倾泻而出的将他的精巧的每一个角落 都填得满满的 自然也让阳火直接暴涨 如果不能将这些阳气疏导出去 淹入徐小鸭的阴气 他搞不好就要被这样活活烧死 好在徐小鸭还算听话 被他训斥了一句后就不敢再动了 往前努力不让自己乱了阵脚 在引导阳火顺奇经八脉运转的同时 开始尝试从徐小鸭体内引出阴气 并将阳气灌入他的体内 这种手段他在酒吧捡尸时就经常使用 也算得上是熟能胜巧了 很快就把徐小鸭的阴气引了出来 然而就在这时 往前还没来得及用那股阴气中和阳气 又是一股庞大的阳气灌入体内 险些让他失去意识 我靠 千哥浑身上下都烧起来了 迷蒙间仿佛还能听到神宇宙的鬼喊鬼叫